好 那接下來大概有一段話 黃順鑫所講的是在200月最後那三堂 大概給你講一下 我覺得這個講得很很切合 倡導工業化農業呢 農業者只強調其優點 那面對其缺點可能產生的不良後果卻全然不提 30年來人口驚人的膨脹對土地開發 土地利用極為一切 因此凡山坡地 秋冥地 河川的海土地 五波次地的開發 變成了基田 漁 漁溫 鹽田等 造成嚴重表土流失的現象 不但降低了土地的生產能力也加重了平原地區的水漢災 好 你看 這是黃順鑫的質詢稿 他曾經當過審議員 當過立法委員 當過台東縣長 他後來到了1985年 也到中國去考察 他先到美國 然後再到中國 被中國人大河南人代表這樣子 然後因為每次反應1992年這樣一下 三峽也罷了興建 然後持續這樣子的 能到常委的行為 這個他黃水清潰 他其實等一下又變成酸針惡力了 沒有沒有 那是進行 那師傅 他在那個去中國 都去頭肺進行 他在台灣人 一個公平也是一個僵化 他已經很好選 所以他選外景是走的那一天 台東 那一天 經過一個選就對了 他選了之後 後面都開始進行做一行 後來選的時候 不要說黃水清潰 既然要選得很快 因為他們跟原住民的心情沒有很清楚 然後 既然要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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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台東一直都 國民都發展不開 都要選擇 既然要選擇 就是說要怎樣就怎樣 好像是選擇 要選擇 要選擇幾檔來 然後這個黃水清潰 離開高度 再到師傅來 師傅來 他選 生意外也是 不要被證賣掉 選 以外又不得了 那我以後來選擇 市政委的主任秘書 那市政委的主任秘書的時候 就牽涉到哪個狀態等等 然後以後就 就那個張柏洋 有意義 然後張柏洋他就一個陳豬愛 那陳豬愛就不知道怎樣做 但張柏洋很討厭 很苛久 結果說黃水清 既然在辦公桌椅之下 然後如果再 對張柏洋很討厭 就是這個地方自治 這也是醫藥的 黃水清就竟然在海家裡 他在海家裡 他在海家裡之後 再去美國 然後就走到中國去 走到中國去之後 其實他還是有 他那種人的頭 不知道自己是高柏洋 所以在中國也沒有種情緒的感情 像陳若犀 像黃順仙 他們是那種 假如他去 社會主義的那個 那個那個那個 什麼 而且如果像陳若犀看不到 這個照片 這個照片 那他們還是有中國的感情 那這個黃順仙現在就是 人家不知道 但是黃順仙他有那個 知識分子的風格 他對那個長江三十 還有這個照片 他會對中國的過程 來做一些很嚴重的 所以他就 明講了 那一句 才顯得好一點 對 好棒 那有安婦要吃好嗎 那邊的時代都有經過 在那邊公開來選擇 他到中國去了 以前小時候還聽過這個名字 不曉得 以前有聽過這個名字 但是不曉得他到中國去了 他到中國去了 他到中國 這樣齁 我醒來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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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醒來醒來 你現在那個1980年 1970年之後才出事 才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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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0 你剛好1970嗎 我1970啊 我1970啊 你還好有人票居首 我都有居首 所以自己來聽 那年 像1980年 你現在在說這個東西 其實你們不知道 也沒有什麼法家 你看 因為那個年代 他一直說出來 出事了 在台灣啊 大家都在順道 來講 我也在看台灣 他不知道 我醒來 你還是不知道 對我來說 我是 開了間 開車 我80年代 我現在已經30歲 那30歲 那30歲之前 我是一個白癡 到那個1979 美麗島世界 那時候 我 我是同學的 四黨 我開始說 我很奇怪 我好像不錯的人 他都變成那個 陰謀 很奇怪 很奇怪 所以就順了 他們慢慢看 所以我剛才 你跟你們報告 這裡分享 其實說 不要找錯了 我跟你講 一個遊戲 有很多 有一個 男人都不知道 連獄柱還是 黃獄柱 姓倫 很久 不知了 對那個 網路 還是那個 人樂搜索 我們才找到 他是在一個 集會的場所裡面 沒有任何從鼓 有些人說 你們不能打警察 我怎麼說 整個把群眾 那個海豬 海豬 海豬以後 就有發生衝突 然後衝突以後 說 很嚴重的 一個部門的議員 來執行 發大台股 我們三八人 進去那個 軍閥審判 一個人陳洛西 回來 聽說這個事件 基本就沒有什麼衝突 是 為報警證 憲證後報 所以 這是美麗 軍閥審判 公開進行 別人都安靠 那個裡面 裡面 這個 黃衣柱 這是 扮演一個 什麼樣的角色 那近年 在這個 那個 事件後 他們說 這些人都 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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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老廠 海人 那場 海人 14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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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有一個人 在高雄一個人叫做黃玉柱還是林玉柱 就是他想要阻止那些豹 我們不知道他是什麼樣子 他的行為是這樣 他的講話是這樣 但是那個人到底是什麼樣子 也像我們說的 你當時忘記了 有很多這個 有很多這個 他在那個時候 扮演那個角色是什麼樣子 他的背景是什麼 這都不知道 尤其這個政權輪替了 你純粹本來做什麼 這個事情沒有跟社會 跟歷史的交代 我就說 台灣的現在那段七八糟 那個漫畫書的那個連結 那個講話 我們從來沒有真正認真 有去 他去跟貴階的那個 使命精神 他們沒有前途 我才有 我下一次可以 所以我最近翻出來 以前小時候的資料 我都會找到 我國中寫的作文 還有中進 就是那種充滿愛國 反共大陸意識形態的作文 我現在好驚訝 我寫得那麼好 我下次再來給大家看一下 我給他拿來嘉義 給大家看一下 重溫那個時代 對真的 而且我覺得他寫的 上次我 我自己都寫出那樣的東西 他現在是跟我們好 還是跟我們不動 還是跟我們很驚訝 很驚訝 我為什麼當年 而且還寫得很流暢 很驚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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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其實就是那個時候的 學生就無心不絕 就被貴階熟 那時候要像是乖爸爸 對啊 對真的 如果想的 他這樣說 說北京話 對 結果爸爸媽媽 你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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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比較明顯 我高中 好像是講解想明顯 就比較明顯 我剛學四年 我就是沒了 你九七年了 因為你真是大媽 所以那個 我的青春 我都覺得很少 那種不能 找來看 我們 我有兩分 然後我們 無上 無上 無上是敲皮的 對那個心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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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現在擺不到 他現在擺不下去 他在那些獨立的裡面 有些 無稀 無稀 大滿 他還幫我問你 我問你 我問你 這好像上路 是不知道誰在說 我問你是不是 世界農民在抗議什麼 對啊 那是一次很大型的 有講到這個 就是在於政府 二百四十六月 就有講到 農民這家庭 他們要提出的訴求是什麼 在於二百四十六月 就有寫 那是不是從五二零之後 農民運動又成績 零九 像我記得 農民運動又成績零九 農民運動又成績零九 就五二零之後 我們來看這一段 看那個 那個 五月份 就在李鄧輝就職日 五月二十日那一天 北上街頭 表達七大訴求 在兩百四十六月的最後 旁邊 那也會做最後的 一提前全面辦理農保 二免除肥料加值稅 三有計劃收購到死 四被除農會總幹事 連選次 五改善水利會 六農民自由使用新成立農業股 新成員 就是在 我怎麼吃東西那麼多 就是新成員自己做了奶酪 喔 哪位新成員 那位貝琴 貝琴喔 貝琴喔 貝琴他轉過來又快忘記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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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那麼心慧 還會做奶酪 應該要做胖嗎 謝謝藍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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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禮拜三 剛聽他會說 下禮拜三有一個長期紀錄 用攝影紀錄台灣街頭運動的送龍拳 他就要來分享他的攝影歌 一定會講到五二零 那時候在唐倫尋那個紀錄片 有一些畫面都是五二零那個激烈的景點衝擊 五二零那個時代我們 我們張醫師只要開始拍照 他都開始拍照給到我的單 那時候有 我們張醫師回去 阿龍那時候回去的 我其實只要 只要有一個 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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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哩的角色 那時候 他因為是阿農亞英雄 有一個 都改佛畫面 他都開始傳達這個社會運動 他都 第一 在那個時代他都叫阿頭 他叫阿頭 阿頭 那時候的宜蘭縣長 是誰 陳定蘭 陳定蘭 陳定蘭都有過來 給他治醫 他說他有上台北 他會知道不然是下 他說他都改誰行 他打電話回來回報 那時候街頭裝 封簽啊 封簽啊 五二零嗎 對 我只要在家裡 在家裡聽到近地 封簽啊 其實應該不是封簽啊 他說好像沒有開槍 五二零那時候的衝突 什麼衝突 我記得啦 我記得啦 農民就帶很多的那個高麗菜 對 然後 對 然後那個 國民黨政府就 誣蔑農民 就是說 農民裡面 藏了很多的 藏了很多的 鍋漆啊 鍋漆啊 什麼 就是用一些 還有藏木棍啦 石頭啦 他們就用很多方式來摘贓 這些農民是有計畫去做暴亂的 而且是說 可是他說 我是不曉得是 農民去宿球 只要再看人 因為只要好 過 他們那兒過到都 不知道 還沒睡覺 那時候是我們早一次 跟我們建築家 跟他說 還知道什麼 風聲克力 一段時間就是風聲克力 他說的 街頭運動 剛好是 風起雲湧的時候 對 他說人潮 遇上為一股 揮急流竄 叫罵聲連銅 隨手撿來的 通關跟食物 你憤怒的勇力 打算 笨到幾千 我公權力的水柱 放下 我只有看到是水柱 台北檢檢處 經過一天一夜的漫長偵訊 出動了16名檢察官 在今天凌晨 將警方移送的103名 520衝突滋擾事件的嫌犯 偵訊完畢 最後檢方 一共收押了96名嫌犯 交保五個人 兩個人被赤回 根據檢 查官表示 在收押的96個人當中 只有三個人是 自耕農 滋擾事件的嫌犯 偵訊完畢 最後檢方一共收押了96名嫌犯 交保五個人 兩個人被赤回 根據檢察官表示 在收押的96個人當中 只有三個人是自耕農 大部分都是司機 工人和自由業者 其中也包括了少數幾名 大學的在小學生 地檢處並且通知警方 盡速處理全案有關證物 包括錄影帶 照片以及員警的指認筆錄 尤其對於堅決否認 攻擊員警的嫌犯 應該找出被攻擊的員警 製作指認的筆錄 這96名被捕的嫌犯 將分別被依違反 集會遊行法 傷害公務 毀損傷害公共危險等 罪名移送法辦 地檢處也表示 將依照速徵速劫的原則 儘快偵辦 在這件令人遺憾的 520群眾滋擾事件當中 一共有66名員警送醫急救 40多名群眾受傷 10多名各傳播媒體的記者 也受到波及 公用電話坪18座被搗毀 36具公用電話被嚴重的破壞 5輛大小型的車輛被騰燒 立法院警政署和忠孝東陸火車站前一代 被破壞的滿目瘡移 目前部分被破壞的公務已經修復 在官方說話 你太厚了 你覺得我們要把車廂做一下 那時候是要學到自己 學到自己 學到自己 因為他們在用台式新聞 那時候他只有三台 那時候老三台 然後只有台式新聞 去那個1982的影像也會上海 但是真實街頭的景象是怎樣 那是他拜殺人 對 所以拜殺人去拍亞書法 對 他要踢著 街頭攝影師 紅亞書法給他報滿 送龍學 所以那時候剛好是 是那個燈輝還接任 轉頭 7月13號 我還記得我也靠大 蔣經果過世的時候 蔣經果過世 一直都不靠 你自己靠不靠 對啊 我講過世 你在靠的時候 我沒靠到 你很靠 你很靠 我還很小 所以蔣經果 我十幾年 我覺得無上逃避 我就是 一代偉人 因為我們 整個精神女秀 都 都 所以那時候 我真的有哭 我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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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中證無口 1985嗎 87年解研嗎 1987年解研 對啊 他解研前 有多久 不是 解研後 隔一年 解研後 所以1988 解研台湾 1988 77年過世 77年1月13號 所以其實520農民事件也是 那時候就是李登輝當總統 其實那時候 整個解研後不只好 那時候我的印象 印象好像台灣真的很壞 因為不僅立法也很壞 街頭也很壞 那整個報導都是往這樣子去報導 所以說我們並不了解 這個亂 所謂的亂的一個現象背後的一個原因是什麼 因為是人女可能積壓太久了 或者是很多的社會不公平的事情 那整個在解研過後 言論比以前自由了一點點 所以說整個情緒啦 或者是整個行動啊 就爆發開來 所以在剛開始 那時候的確 讓人家覺得說 好像台灣整個都很壞 不過 震動起了 不過也還好有出發出來 我那個時候有 我那時候剛好大一 1986年 然後我們上大一 國父思想 然後我們老師就把我們帶去那個 立法院旁聽 然後那時候我有嚇到耶 就是去立法院旁聽的時候 沒有沒有就是 就是記者很有趣喔 那三台的記者啦 只要是黨外人士 那時候剛成立民進黨 只要黨外人士上去發言 記者全部退開 沒有人要報導 然後國民黨 然後他們吵半天 沒有任何人要報導 然後等到國民黨的立委一上台 全部記者湧上去 那時候就震撼 這就是所謂的國會耶 就是這些記者 就自動篩選報導的角度 然後原來三台的新聞是這樣出來 像那時候台市是什麼政典嗎 嗯 收入市是什麼 黨的 黨的 然後華市是軍的 喔 所以說黨政軍嘛 黨政軍 黨樂的這個民主 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那時候 所接收到的資訊 覺得那個520事件也好 或其他的事件也好 就是解了之後 就非常非常非常的亂 那當然 那年輕不知道啦 不知道那時候發生 背後是什麼 那慢慢慢慢的 像這本世也是說 你知道他在長大 你知道他接觸更多的時候 慢慢再去還原 以前他小時候 所發生的那些事情的時候 他喔 原來他才知道 那個原因是什麼 像這邊也有講到說 為什麼在1983年 明明明就是在倡導那個八萬農業大軍的時候 那沒多久在年底的時候 就發生了說 欸 整個糧食生產過剩 所以說 我們 要開始 要什麼 轉做 不要再種水道了 所以說 你那時候根本不知道為什麼 怎麼會這樣 你都不知道什麼原因 那後來 那後來 去追根究底之後 才知道 原來是 美國的施壓 美國說 你台灣 那個什麼 粗糙太多了 你這個 這個稻米呢 進口 到美國太多了 就我們太多的外匯了 所以說 不行 那時候 國民黨政府才 在整個談判之後 慢慢慢慢 所以好像要剪 剪了十幾 十四萬公頃 可是後來真的 剪超過二十幾萬公頃 那時候 等於水道 種植的部分 那時候 幾億美金 要讓美國 買多少的農場品 在214頁 扣在那邊 最後生產過剩的原因 那實際上就是因為 中美十米協定 這樣子的一個條約 美國要消滅出去了 不過那個時候 已經台灣是 就有 美國 鑽交了 就說 美國比較像是 偏高了 所以台灣其實 有一個問題 就是 我們都 很突然 日本 因為他這樣 像是 殖民 五十年 就是 你如果 把殖民五十年 現在 在台灣 經營的一個 中華民國 用電視師 做了一個 正反 看起來 很難 那看到 就說 奇怪 那個外居 藝族 大家統計的時候 在規劃台灣 像嘉義 嘉義 你知道外面寫的 就是 日本 日據時代 已經規劃出來 敗八卦 在嘉義的社群 是二十五萬至三十萬人口的一個中小型城市 而 裡面的內圈 就是 這個 這個 那外八卦 那 我們的 這個 這個大陸的黨國政府 來後 一直復復到 差不多 1908年年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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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前 剛才沒有 那個 他沒有 從新的外八卦 而那個 外八卦 是 竟然在這時代 1930年的時候 就已經規劃出來 這個城市的 粗貌 原貌 但是 你要看政府怎麼說 我們的糧食政策 不是有什麼規劃 現在 規劃 要怎麼做的時候 你的電視講 你的電視講 可以 但是 大家會不會 大街都不能玩高 還有台灣的人口增盛 就這樣說 高齡化社會很嚴重 這些高齡化社會在研究中 這是什麼人說的 客廳是工廠是誰 兩個人恰恰好 一個不多 三個太多 一個太少 兩個恰恰好 兩個恰恰好 一個不嫌少 兩個恰恰好 那是三個月 但是以前 三個太多 一個太少 兩個恰恰好 再來加禁止 多子多孫 多紅棋 我們要緩空大陸 需要很多很多的人 所以從那個 我們那個問題 我也是關關牌的 所以我那一趟看很多 古早家的 我才會感受到 那你會是沒有理解 所以台灣的人口政策 他現在也是一定變 他這樣變的時候 你叫這個國家的 老歲 他要把歲以外 他有什麼能力去搞清楚 說他這個社會要 什麼樣走向 我們有什麼問題 他要怎麼自己自己的 自己滅退跟解決 我們都沒有那個問題 所以然後 他說你們不能選總統 就是因為你們選舉不夠 他就是二年 你選那三五年 那個人在說 人民可以直接選舉 公開的說 我們就委任職選 那時候馬英九先生說 委任職選是什麼 因為公平大陸 公平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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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他們玩了很多的文字遊戲 這裡面我們都被玩了 就是這個 這個 這個過程裡面 他表面上更有一個政策的名稱 私底下 他就是在裡面 那時候我們私底下的民間接受到自己的東西 我們會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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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不會不會不會 所以 選總統 這是這麼大的事情 如果 這個 沒有最準的八千 八千 都會不會不會不會 就選出什麼 郭總統 你想當然好 所以那種 自我本 一直內化 那時候 公平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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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平 我們都會說 我們會不會 長期後 那裡面會內化 我們會自覺的時候 不好 像八零的一代 其實我們都已經內化完 你在說八三年 那種農業政策 那種 我也一直跟進去 那種 怎麼變化 那就是現在 台灣的糧食的市集 已經低到 三十三十下 也有一大小公 那裡面有很多人 在說 會吃虧的農業 變成很沒想到 那他們的小孩 還繼續吃虧 別的我也不敢 那外面還有室頭 不知道說 那室頭出的時 是穿那個什麼 穿那個 我們是在原住民 每一個 吃 吃的 吃磚 還有什麼磚 潘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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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一個原住民 很激烈 其實在台灣 那個原住民 有很多 包括高醫生 那是台南師範 那高醫生 那是台中師範 那剛才剛才 只有 在那個女兒 還在那個女兒 還在中國 去台山 去發展 去經營那個文化 那這些東西 包括 潘映生 他打書專的時候 他的招藝就不像 不像這樣 他就去到他 告訴他 嗯 這個室舍裡面 臭臭的 好像有瓦那裡 就這樣 就這樣 這樣一直招藝 所以招藝那個 他沒有辦法 在佳醫師專 二堂的內 所以就修學 修學了 一代把你打工 去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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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 像我們很多 我們的主題 鼻農 你有沒有 找鼻農 我看為什麼 他又像 柯東 有一些人 就是這樣 他要逃過 但是他一生 他就沒有辦法 去做工 他要逃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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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台灣的很多 東西 我們就說 我們一方面 很好的節目 我們一方面 就是說一個國家的節目 一定我們要 去組織一個政府 那個政府是 拿人民的 稅金 做人民的工作 要綜藏 人民跟社會 那我們現在的這個政府 有沒有達成這個目標 我們有沒有 允許 讓我們的政府 是這樣做事情 像 我們一直 像現在的生育率那麼低 好像 大概 今天好像要回生了 因為熔年的關係 所以生育率 有在管起來 在兩三年前 一當起蛇年 大年一當 全國 全台灣的生育 那個新生的 只有十六萬多人 那一般來講 在前年也大概是九萬多人 所以你要去 差三萬 所以國小老師 其實現在幼稚園的老師 大概明年就遇到了 幼稚園找不到 學生而已 因為十二年 那一年的學生 要讀小班的話 大概 一定會很累 所以整個教育制度 讓我們覺得說 也沒有保障 那台灣的一個社會福利的話 後來也覺得沒有保障 像 在北歐 像挪威 像丹麥 他們那個社會福利國家 人生來講 他們是繳很高的稅 可是呢 他認為他是 人民認為說 我把錢繳這個稅 高額的稅 百分之五十的稅 給政府 政府會照顧我 可是呢 在台灣不是 我們繳那麼高的稅 抱歉 今天 要到一趟的稅 我也覺得沒什麼 要到政府 因為今天說政府是 你學會 要開到尾 像現在的健保 或是老保 或是國民年輕 都採生了很大的問題 所以 讓人民採生不安定感 不安定感的狀況之下 相對的會影響到現代的 你不再年輕 我是生三個 所以我是很年輕的 我生三個 你如果看你問我 還沒結婚 還是說還沒生女兒 這些年輕人 他擔心生 像我呢 生三個 不敢 基本上不敢 所以我們現在的生育率 已經是全世界最低的 是最後一名 所以說變成讓一個政府 你看喔 在幾十年前這樣子 幾十年後 竟然讓人家覺得 又更沒有安全感 那曾經 我前天才跟吳東姐在講 我們台灣的一個 糧食的自主 自主率 是百分之三十六 日本的話 日本是多少 都百分之十 所以日本是怎樣 我們現在是只有百分之三十六 那其中有很多都是靠進口 所以農業政策 也產生了很大的問題 如果一旦 現在糧食危機的話 我們台灣人 是怎樣 那另外就是說 很多的政策 讓我們年輕人 不敢生小孩 因為不穩定 不安定 所以說 我寧可當一個頂客主 結婚的 但是不生小孩 頂客主 就是結婚不生小孩的啦 Double Income Double Income No Kid 好厲害喔 雙心 雙心 雙心沒小孩 DiNk Double Income No Kid 對 所以可以說 當然我們現在在討論 那後續還有很多的一個 可能會談到更多啦 現在只是談到80年代 有台灣的農業狀況 還有社會背景 但是我們 事實上這樣的討論都可以 從以前 然後討論到 反應到現在來比對一下 現在以前又發生什麼樣的情形 我們以前 1980年代 台灣四小龍 亞洲四小龍 來襲新加坡 香港 韓國 那時候 我們不會輸他們 是比的比較好 你看 現在 我們韓國 跑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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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 他們要跑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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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 然後污染土地、污染水 所以我們那些都會站著很久 韓國當然他們也是發展 但是他們在打拼過程中也有污染 但是他們的系統比較有一些社會公平正義 所以那個地方起來的時候 可能... 我們在打拼過程中也有什麼 我們在打拼過程中也有什麼 抓狂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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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因為就是你剛剛講到解嚴那個年代 然後1989年台灣第一張台語搖滾 裡面就有一首叫民主阿草 就講到這首歌的情況 就到處都在示威抗議 然後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大家各自有不同的主張 然後有人就覺得一時無從適應 對 然後每一歌 歌只要再另外一張 下一動